吃完苹果千万不能碰着饲养东西 很多人都喜欢吃苹果 苹果热量低口感好 其中富含多种维生素 对于我们来说 吃苹果不仅可以增加饱腹感 还能补充各种营养素 可以说是一种老烧接叶的水果 但是吃完苹果千万不能碰着饲养东西 很可能身体就会摊上事 我们一定要警惕起来 学会合理饮食健康生活 建议大家点赞收藏 别一会滑走了就找不到了 第一就是苹果不能喝海鲜一起吃 因为苹果中含有一种叫柔酸的物质 这种有机酸会和海鲜中的蛋白质成分发生反应 降低苹果的营养价值 还会影响我们的消化 导致你会经常的腐痛不适 恶心呕吐 第二个苹果不能和牛奶一起吃 因为牛奶中蛋白质遇到果酸会凝固 影响消化吸收 很容易导致肠胃的不适 甚至还会出现结石 那么第三个就是苹果不能和红薯一起食用 非常容易造成胃酸分泌过多 从而不利于胃的健康 第四是萝卜 吃完苹果以后别再吃萝卜 因为我们的身体会迅速产生一种 叫抗甲状腺的物质流氢酸 如果同时食用大量的植物色素水果 比如说苹果啊 橘子啊 葡萄等等 有可能还会诱发甲状腺肿 导致假抗 不管是白萝卜还是胡萝卜 都不能和苹果一起食用 这些大家都了解了吗 我是运动大明星 每天带你了解 有用的健康养人知识 解决你的饮食健康 感谢观看